这款模型没有W板件 没有W板件 没有W板件 坐自自由的模型 听Cgo为您分享 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 本期为各位带来的就是 魔剑魂再版的007件 这款模型目前的均价是在188元 如果想要水贴的话呢 那价格就是200元 本款模型相对于初版机械来说呢 是多给了一把大剑和大炮 也就是之前出过的监察官配色的武器配置了 起初我是感觉啊 这款模型没啥意思 相比就而言 188确实有点贵了 但是做完以后啊 多多少少还是让我有一些小惊喜的 主要还是武器的各种形态 以及可玩性 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喜 这款模型整体的佐温度 相对来说呢 我还是感觉还可以的 毕竟在制作过程中 我也没怎么修件 但是由于没有PC件 部分零件拼装过后呢 还是会有白痕的 需要进行注意了 据了解骨架部分 应该是翻膜了MB00的骨架 外甲貌似是翻膜的GK改件 前面啊 我们就先说这些 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 到底如何 首先从身高上进行对比 这款魔教魂旗舰和大班的MG旗舰 体积差呢 其实不是特别多 如果非要挑毛病的话 可能是因为魔教魂的脖子 看着比较短 所以说会矮一些 不过对比之下也能看出来 魔教魂旗舰在整体的外观上 可以说是和MG造型完全不同的风格 各种堆叠的细节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 这款模型我最不喜欢的 也就是这个头了 整体的尺寸做的稍微都有些大了 加上这个小面颊 以及硕大的天线 看上去总感觉怪怪的 而且因为魔教魂一贯的操作 这款模型也没有匹配任何的补色贴纸 所以眼睛部分还需要玩家自行补色 天线部分我想吐槽的 就是红色部分给的并不是透明件 听说上个版本的监察官配色 还是有透明件的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头罐整体是比较大的 看着有一些机关头的感觉 侧面的电容 因为是透明件的问题比较模糊 加上并没有提供00系列的电容贴纸 所以这个地方会比较空 少了一些细节 侧面的天线 内部虽然是添加了出几口的细节分件 但是会有明显的透胶 这个看着不是特别好 整个头部和MG的关节设计有些许的不同 魔剑魂的这个是通过双球形关节 实现的大范围可动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个脖子稍微的有些短了 而且这款模型 是并没有提供任何的PC件的 虽然对整体的关节把持力度 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这种结构 长期可能会变得比较软 需要各位准备支架了 胸部造型改的其实也比较多 主要也就是在各种的棱角进行了修长 因为采取了MB00的骨架 所以驾驶舱并没有任何的展开机构 但是胸部前端的零件 总会让人感觉有一种想打开 看看里边真正的高达的冲动有没有 结果这个地方依旧是打不开的 出击口也是做了放大的处理 同时上方还做出了镂空分色 背包的连接方式和MG是完全不同的 属于MB的那种背包接口 但是我不太确定这个部分 到底能不能插MB强字 或者MB命运的背包 主要是强字和命运 实在是太不好拿了 在柜子上 不过想想 貌似好像也真的不太行 背包的确有接口 但是需要拆出外面的盖板 我本以为这个地方 是装不了其他的东西的 但是用了一下XN杆件 发现也可以插进去 但是没有办法插到底 而且因为缺少PD件 所以说这个背包安装 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由于我手中已经是没有MG的升降机了 但是我通过这样的思考 升降机安装在MG00身上 和背包是属于严丝可缝的 但是魔将魂的背包 要比MG的稍微的大上一些 所以得出结论 魔将魂的器件 没有办法安装MG升降机 背包两侧就是太阳炉了 与MG相比 这个太阳炉的部分 会相对来说大一些 同时太阳炉的上面 也有蓝色的分色 但是这个太阳炉是没有办法进行活动的 同时也没有办法安装MG通用灯速 太阳炉的机械臂同样是可以按动零件固定位置 但是太阳炉的根部 与机械臂的连接部位置 加上这个部分的前后盒 都会比较松 需要各位进行加固 整个胸部因为是采取了MB的骨架 所以在弯腰的时候 胸口的零件也有一定的联动 但是这个联动没有办法固定位置 而且一旦是按到底还会产生回弹 护仰以及侧摆的幅度都是比较小的 我这台模型的胸部下端的旋转关节 也不是特别的紧实 可能会对后续的摆动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肩胛的造型是比较夸张的 但是尺寸比较小 肩胛的下端和外侧都有可以活动的盖板 能够提升一定的手臂可动 但是下端的这个盖板的根部是比较细的 各位在安装零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力度 反正这里我是已经断了一个了 手臂的摩改幅度也比较大 与MG那种方正化的造型相比 敖将魂的这个摩改就非常充满了肌肉感 整条手臂也是做出了额外的外露细节 整体看上去也真的是比较不错了 在手腕部分提供了两种样式 一种是正常的绿色电容零件 另外一种就是一个类似于C的系列的 光束盾牌发声器的护甲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二选一安装 手部提供的是比较老的113可动手 这种可动手因为是没有卡榫 所以对于武器的握持来说真的是比较差了 我本来还想要摆一些动作 但是这个过程差点没让我直接崩溃 这款模型的把玩简直是非常的非常的难受 手部还提供了掌型造型手 但是我个人认为尺寸手背得有些大了 而且针对于零零来说 我更希望这个看掌手的幅度会更小一些 也许更好 手臂的活动性也还是比较可以的 胸部引冲关节的上台幅度呢 接近的90度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部分的卡榫前击啊 并不是特别好 在把玩活动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容易松开 所以这又是一个让我在把玩过程中 崩溃的地方了 君が教えてくれた歌は 今もこの心の真中 あの優しい声と共に響いてる 溢れる気持ちの雫が 温かく頬を伝う 強くなるね 信じてるよ 繋がってると I'm always by your side 同时手臂平台的幅度也比较小 最终呢 整体的幅度只能达到90度多一点点而已 前身关节会受到肩甲幅度的限制比较小 手臂旋转活动的时候呢 根部是容易松脱的 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固 手臂的曲手幅度 因为零件的限制 只能达到90度多一点的位置 手腕呢 也是做活动关节的 但是这个位置是比较紧的 而且活动幅度也比较小 造型手呢 是通过球形关节进行连接 在宝的过程中呢 稍微的有些松了 跨步 也就是在原本的造型基础上呢 进行了重新的造型设计 但是吧 这个部分我也不太喜欢 与MG不同的是 球形架是固定结构 没有办法活动 侧行甲通过球形关节连接 但是这个部分呢 稍微有些短了 所以这个侧行甲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可动性 侧面呢 也是有孔位的 可以安插GN长短剑 后巾甲 依旧和前巾甲一样 为不可动结构 上方呢 同样是挂在了两把 光束军刀剑边 但是这个对于旗舰来说 应该没啥人会使用 光束军刀了吧 毕竟属于投掷武器 跨步下端呢 也是有凹槽 用来安装支架连接件的 但是这个连接件 说明书上并没有任何的提及 这个连接件呢 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异议 腿部也是膜改的 比较多的部分了 例如这个斜旗的大腿外甲 各种棱角的腿部分件 膝盖部分提供了 普通00的外甲 以及旗舰的外甲 同时这款模型呢 也有00偶挡 专用的GIN舰2 所以也能够还原 动漫中00没有 摄像机之前的样子 旗舰的膝盖甲和MG的 可以说呢 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就是在前端 提供了盖板 是可以打开的 内部有10连装导弹架舱 同时这个地方呢 均尾分件 下端也是提供了一个 新贵的机械臂 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 握持武器的 但是这个部分是一个爪子 这个武器啊 基本上也就在 雪宝弄天使上 是比较常用的了 整个腿部的活动性 因为前径甲 为不可动结构 加上外甲的干涉 前踢只能够达到90度 侧踢呢 因为侧群甲的限制 只能够达到45度 后踢 因为后军甲为不可动 加上光束军刀的干涉 只能达到70度左右 整个大腿的可动性 在摆动的时候 是非常受限制的 想摆出一些大部分的动作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台模型只适合战士 大腿根部的平撞关节 在活动的时候 也是容易松脱的 整个腿部曲细活动 能够接近180度 脚踝部分呢 通过复合型关节 整体的可动幅度 要比较好 前球掌呢 为分裂式结构 如果说能够摆出一些半吨式的动作 我个人感觉这个脚掌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主体部分 我们就已经全部的看完了 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模型所附带的武器配件 首先就是两把GN全刃 这个全刃的魔杆设计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除了提供了完整的全刃零件之外 还提供了另一外一种的全刃样式 也就是这种带有GN手枪的全刃 通过泛折拔出手枪 就可以握持在手上了 这个造型以及这个可动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了 而且也并不影响全刃的握持 同时这个部分的设计 我相信一些定格动画 或者也会很好的发挥一下 另外两把就是GN长短剑了 设计还是原来的设计 比如作为远程武器的握板 握持这些都是一样的了 无非就是造型会更张亮一些 短刃在前端也是提供了黑色的内装零件 但是这个位置我个人总感觉稍微的有些违和 虽然短刃是能够分离的 但是这款模型并没有提供任何的铁丝 除此之外 操架里还提供了GN剑的尾段连接件 可以把两把剑连接在一起 同时这款模型还有提供了四个GN尖二的零件 也就是MB的那种宽刃造型 虚容于替换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武器最后也就剩下了两个GN破碍炮 以及两个GN大剑 这两把武器尺寸都是非常巨大 破碍炮看上去造型是和MG相差无几的 也几乎多了一些冷静 但是在整体的可玩性上 可以说和MG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破碍炮的尾端安装了和GN尖二一样的握榜 可以单独拆卸 我知道各位此时在想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同样可以使用连接键实现两把破碍炮的连接 这样最后呈现的武器就会非常巨大了 除了这个玩法 按照说明书 两把破碍炮还可以像MB期限一样实现炮身连接的玩法 这个地方需要替换上一个连接握把 就可以很好的进行握持了 同时只要你有足够的炮 你就可以无限的往上去加 除了以上两种玩法 破碍炮还可以拆除上方的绿色剑刃 实现两把大刀的握持形态 这两把武器同样可以通过连接键连接在一起的 虽然这个玩法是我自己整出来的 两把破碍炮是需要通过连接键 才能够挂在太阳炉身上的 最后还有两把GN大剑 造型方面也是进行了大量的魔改 前端也是提供了灰色的分件 这把大剑是可以通过拉伸延长的 但是这些位置所有都是有卡位的 拉出来会比较麻烦 但是拉出来以后就能够露出内部的绿色透明件了 这个部分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小分件 剑身前端还是可以打开的 露出内部的炮口 这个部分的设计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而且炮口内部的细节也都是有刻画 除此以外 大剑也可以充当盾牌 通过连接件挂在手上 或者给手臂安装额外的零件 挂在侧面 但是我这个零件总是会弹开 加上大剑和这个重型卡存的连接是非常非常松的 我呢就不需使用了 除此以外 大剑是需要通过连接件挂在太阳炉身上的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这款模型最最最最让我不能理解的 就是居然需要通过替换件的替换 实现三个角度的大剑挂板 垂直向下 侧面向下 以及平衡的向后或者向前都可以 玩了这么久的模型了 我属实是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可能也是为了稳定性的 最后还有一个支架地台 也是魔教魂一贯的支架风格了 各种连接件 各种尺寸的杆 不过这一次的地台 没有阉割印花 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至此 这款模型的所有东西 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剩下的时间 我们进入今天的学而建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学而建议了 那么这一次准备的呢 就是魔将魂的007件了 那么首先呢 在头部方面 我们需要针对于整个M7这个零件 进行的一定的消除 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紧的了 主要是需要这两个边 然后呢 在整个D30以及D29这两个零件 是需要进行扩孔的 再来这一边的 A27下方的这个孔位呢 我建议各位是给它进行一个扩孔 不然呢L11很难装进去 然后整个头部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再来呢 就是在前面视频 我们已经演示到了一个断臂的情况了 那么主要啊 就是集中在来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组合的肩膀零件的部分 那么首先呢 这两侧的零件 都是需要进行一定的用力的 但是呢 这个地方就别扩孔了 直接给它粘上吧 比如说D27以及E23 这两个零件呢 上下核的时候呢 直接给它粘死就好了 然后针对于里边零件的D34 以及D33 这两个手臂零件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它仅仅是靠着一个数条的零件 进行加固定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威胁的 再来 就是这边的 E16这个零件呢 是需要进行扩孔的 然后 整个L4加LE 这两个组合的舱门呢 是需要进行战死的 这边的K8 K10是需要战死 然后 啊 这 D22这个零件呢 整个前军甲 我是建议给它粘死 因为在大腿活动的时候呢 非常容易给它顶出来 当然了 大腿给它挺出来 也是因为可能性实在是比较差的那块 那么这边呢 手臂这外圈 这四个零件呢 虽然说组合起来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啊 还是稍微有些松的 我建议是啊 给这四个零件 给它加固 A21 A20 A4 都是给它粘一下的 那么手臂部分的射击啊 差不多呢就这些了 然后针对于肩甲部分呢 这个C10 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的 这边的A14 在把玩的时候 以及在拼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杆呢 也是比较细的 背包部分就没什么了 然后啊 整个头部呢 把它按在整个胸部上面呢 是非常非常紧的 这个部分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力度 或者说呢 把头先卸下来 先把这个部分呢 插进去再好 那么脚部射一大 就是C29 C27 是需要进行扩孔的 这边的E33 下端的这个柱形卡榫呢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包括E27 然后这边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C30 这个孔呀 不是这个卡榫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白痕 我呢 是已经给它削掉一半了 但是依旧会出现白痕了 主要还是这次的材质问题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这块呢 我建议是 把中间的这道黄带呢 给它两边各留一点点 各留一点 形成一个卡扣形 或者说C扣那样的类型的 之后呢 我们给它卡到这里就可以了 直接把中间给它削掉 然后 腿部问题啊 两边的腿呢 都是完全的一样的了 即便整个太阳炉 这个部分的拼装呢 这四个零件都是非常紧的 需要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那么这边呢 就是在整个太阳炉机械臂的 第11和第9 以及第10和第8 这两前后盒呢 都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的 上方的C33 也是直接给它粘死就好了 然后 在手腕这个部分呢 我是选择了 替换上这种东西的了 因为那个电容啊 它有点小不太好看 换一个大的 魔改效果更好一些 但是这个地方呢 会被照应手呢 给顶开 所以说这个地方 需要粘死加固 同时到这里 我也是助理一下 整个按照说明书指示呢 这里边明显是有一个 握旋手型的 和那个可动手 是完全不一样的造型 也就是说这款模型啊 在当初设计的时候 可能真的有设计 握旋手型 哎呀 想想都 这台模型 坐的闷到刮腾 然后呢 武器部分 其实我个人感觉 还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毕竟整体的可玩性啊 以及一些造型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武器部分的问题啊 也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这个N10 需要进行胶水加固 其他的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至于其他的可玩 以及连接件的使用啊 这款说明书呢 是完全没有提及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 呃 我能想到的 也就是这些了 如果说有各位 发现有其他 我遗漏的东西呢 那就需要各位自行的 去进行一个添加了 或者说呢 在弹幕里 以及评论处呢 打出来 让各位都看见 那么本期的学习建议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本来啊 针对于这款东西呢 我是准备了一个 不算说太多的吧 差不多的一个小节 稿子呢 也已经在这里写好了 但是说句实在话 当我做到手臂 那条手臂断了以后的 那一刻 我就有点心态崩了 所以说呢 再加上啊 也是联想到了一些 其他的问题 这款模型 在整体的板体 真的是非常非常差了 这是我能给出 它的一个最差的一个点 之后呢 在整体的组合度方面 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这款模型的组合度呢 还是比较顺畅的 除了那几个小的 扩孔的范围以外的 剩下的问题 基本上都可以 扔着人计 直接拼就可以了 但是一些像是 涉及到的一些 零件比较松动的问题啊 这些呢 还是需要各位 稍微的注意一下的 除此以外啊 188元的价格 最后的这个把玩体验 我真的是感觉 太难受太难受了 因为虽然说 这款模型提供了 这么多的零件 有朋友说 这么多的武器 你就不要去想着把玩了 但是啊 把玩呢 是评测一款模型的 一个点 而不是说有这些东西 它就已经足够用了 而且啊 这么多的武器类型 这么多的武器配件 各种各样的武器 比如说 炮上面这种刀 以及呢 整个炮的连力 以及 或者通过连接件 两个破碍炮呢 连接在一起 又或者说呢 是GN全任 这种新型设计 然后上方的 GN小手枪的提供啊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种设计啊 真的是想让人 有一种把玩的体验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在整个腿部啊 就是整个一个 把玩的重大区了 很难摆出一些 什么大范围的动作 基本上 除了战尸 这款模型 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而且呢 而且论单论而言呢 这款模型 在我把玩的移动过程以后呢 整个关节 已经是出现了 这么把玩把玩 就已经松动的情况了 所以说 这款模型 最后给我的成见的效果 真的是 不是特别 除了造型好 把战尸好一碗 真的就没有 其他的优点了 对我这种人来说 真的是 所以说 如果说各位 真的是单独图 它是一个造型 买回来战尸 那么这款模型 我是个人是比较推荐的 但是如果说 你是想买回来把玩以后呢 那么我建议啊 这个主体呢 还是稍微的修一修 或者说 你采用其他的主体 因为单论这个配件 武器方面 真的是比较好 那么这款模型呢 差不多啊 也就是这些了 嗯 我能给出的最后评价就是 可动差 把玩体验 非常非常不好 主体呢 比较差 但是武器配件 真的非常香 本期的CGO模型分享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是CGO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